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生前所接受的最后一段专访当中 在网络上面最近再度引发了地球人 对外星人究竟存不存在的论坛 布希曼他说 外星人的的确确已经来到了地球 而且就像是电影上面演的 他们就在外传到51区工作 整段的访问大约30分钟 我们就其中几个外界最感到好奇的部分 剪辑了完整的访谈内容 其中有人质疑最大的疑点就是 布希曼出世的这些外星人照片 怎么跟市面上面所贩售的外星人公仔 长得一模一样呢 究竟谁在copy谁呢 简短的开场白说明了他在航台科学界的资历和地位 接受专访的地点看得出来很随意 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凌乱 背景也没有特别经过整理 老先生说可以录了 因为他说的话可以是重的 又是五十一区 又是五十一区 有关于五十一区的外星人传闻 真真假假的 人们已经听得太多了 但谁能够证实呢 所以它只會在背部的部分 基本上是在背部的力量 在背部的力量 布希曼先生所形容的飛碟 就是人們一般印象中的飛碟 圓圓的像個碟子 底部還會發出 絢爛奪目的彩光 裡頭走出來的外星人 個頭小小的 大約130公分到150公分 我看到眼睛不同 His nose are different but they do have 5 fingers, 5 toes 2 eyes 現在看一下 現在的眼半 這隻刀在眼前 看到這裡的指定是 比喻碟過了 比喻碟的 比喻碟的 比喻碟過了 I also noticed that their feet, where they have five toes, the toes are joined together like a frog, and yet they are dissimilar. But when you turn around and look at the back, it's like that. Now, notice that they have three backbones. They're actually cartilage. Nevertheless, it's a much more efficient system. They also have three ribs in their system, rather than more. 地球上的生物來講,有的是沒有脊柱的,有的是有的, 但是也沒有發現有兩根、三根的。 那麼是否外星世界,因為它的重力跟地球重力不一樣, 或者是有什麼樣的型態,所以它的生物必須要符合那個星球的重力型態, 或者是這整個的環境,所以它要有三根基柱,這個也是有可能的。 以布希曼的身份,公布了外星人最新的照片,自然有它一定的公信力。 這消息在網路上迅速地擴展,沒想到有網友竟然在大賣場裡頭發現了外星人的公仔。 是誰在抄襲誰呢? 他所出示的照片跟這個大賣場賣的這個公仔是很像的。 OK,那這個有可能有兩方面的可能。 就是說故意原來是有照片的,故意用這個形樣來做公仔來賣。 然後到時候被揭穿以後可以說,他是拿這個公仔來出示的,來掩飾他後面真正的在做的事情。 然後這個是有可能,這個是有可能。 就是要毀滅他的可情度。 對,對。 更震撼的消息還在後頭,布希曼證實,這些外星人在地球是有工作的。 他們的辦公室就在神秘的51區。 有這樣的傳聞,有這樣的說法以後呢,電影公司他來用這樣的一個話題做背景來拍電影。 而不是說拍完以後再來,來附會說他所拍的是什麼什麼。 我們呃兩3years後。 我們呃兩 radical也有光啦。 我們呃兩 Sign新大跟十三十四三畳。 我們呃兩三十三十三一個人呃同的三十三十四歲, 我們呃兩十三十四歲, 做木頭的程序。 這就是這兒秘設尊名的你等了。 their home planet is quintonia which is 68 68 light years from us they to my surprise when i ask them how fast they take to get from that it should be 68 000 years to make it afforded to einstein but they're able to make it to us in 45 years 就算不住在地球 通勤时间也只需要短短的45分钟 有一回布希曼的外星朋友要回家 布希曼塞给了他一台相机 听到这里又有人要提问了 请问布希曼先生怎么和外星朋友交谈沟通呢 布希曼他所描述的这种声音 他們可以用自己的聲音 或電視訊息 來跟你們討論 布什門他所描述的 他進入一個外星人的一個房間 那他心裡想什麼 對方馬上收到 然後就回覆了 這個是有的 那麼問題就來了 就是說 那我們任何時刻所想的 對方都知道了 那我們沒有秘密可言了 對 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所以對方比我們高等的外星人 他可以控制人 因為他知道你們現在在想什麼 當我們找到他們 他們穿了一些 的化學衣服 但當我們離開了他們 我們學了很多關於他們的藝術 眼睛、耳朵、沒有聲音 我們以為他們能與其他人 通過其他方的意思 你當然不是想到 手指示器和身體語 那是有種類似的 比較高等的外星人 他們不需要用講話 語言的方式來溝通 因為事實上 語言的溝通是並不高等 就是腦波跟腦波直接傳送 我想什麼然後傳過去 對方收到了他就聽到了 他知道你在說什麼 不需要用話來講 這心電感應聽來很酷 外星朋友也答應拍了照片 但問題又來了 在超光速的飛行底下 人類的相機還管用嗎 以超光速飛行的設計 我們現在的相機來講是沒有用的 它拍不出來 拍不出來的 這是沒有用的 除非他在飛行途中 減慢的速度 然後拍一拍 然後又加速才有可能 所以說網友的質疑也是有道理的 光速是每秒大概29.6萬公里的速度 這是每秒鐘 那超光速就超過這個 就是每秒最少30萬公里了 但是以這個 以這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來講 人類的任何東西不可以超光速 因為它達到光速的時候 質量是無限大 那麼這個會等於人體會變成無限大 然後重力的關係會死掉的 所以不要用地球上的超光速的直線 推行的方式來思考 要用空間彎曲的方式來思考 才有辦法 譬如說哪一張紙好了 一張紙你從這一點要飛到這一點 可能是要飛滿久的 如果說把這張紙折起來 把這兩點靠近 那從A到B這兩點原來滿長的距離 現在就變得很近了 可能就幾分鐘就飛到了 所以要用空間彎曲的思維 來思考宇宙間的飛行 此一張就在身邊 這張紙折 這一張紙折 現在這些UFO是 38ft的尺寸 這張紙折 是很驚訝的 我其實給它們的 實質地 我給它們我的鏡頭 他们拍摄这张照片 他们拍摄这张照片 一张照片 他们拍摄了三张照片 这张照片 当他们开始转移动 他们转移动 你不听声音 他们转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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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逻达很快 而是 刚才认为了 他们看了 现在前度上 这些人是 他们看了 有人说 他们看了 央合的是 美国航太科技的大妖境 就发生在1947 罗斯威尔事件过后 当年一名飞行员 曾经述说过那一段经过 那一天 雷达上出现了不明飞行物体 他找到一份 他 immediately communicated back 他说 一人 你 想你 to tell meare there any other airplanes flyingare there commercial oranything else aroundother than he and i saidjustjust the two of youand he said finesecond thing i want to knowis do i haveauthority to shoot it downi saidwhy do you wantauthority to shoot down saysbecause because i am flyingthe fastest thing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makeand he's beginning to leave me 1947年来讲地球上的空军的飞弹还是没办法来击落外星的飞碟的 那么1947年的事件是他自己可能是故障的然后坠毁掉 不论是被击落的还是自己意外坠毁的那位飞行员看到的就是一架飞碟掉在地球上 he came down and landed his his airplanehard to do but he did and thenhe cut across the fenceone of themthe door was openone of themwas outwalking aroundbut he didn't care about thathe cared about what the vehicle wasso he went overand rather strangely enoughwhen he ducked downbecause they're only five feet outhe he saw that he could see through the walls not only that but as he stepped in the floor was spungy he looked at the three that were there and they were deadhe knew they were he killed them 据传军方很快地赶到现场之后就将飞离的残骸拖进了军事基地 as you can see from the repairs we've been trying to put her back togethersince the late nineteen sixties don't tell me you've had this for forty yearsand you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him oh hell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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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know tons about them with respect to the the alien craft we have american citizens which are suited up like this and they are working on ufos 24 hours a day and we're trying to learn what to do these are two guys two american citizens and they're trying to protect themselves against the earth and things like that 然后万一外太空的某一个细菌在地球上来讲 是一个致命的非常严重的事情 在这个51区代一定要层层防护任何包括人也要穿着 穿着一些隔离的衣服各方面非常小心地去研究飞碟的科技 一切都要非常非常小心 所以它的进度不会很快 and they inform me that there are three elements which the ufo is contained one is cedricide the other germanium the other is palladium I did not say a middle once and not only that but the things pick up and fly 非碟它是外星人做的嘛 那外星人那个星球的矿物跟地球并不一定完全一样 所以它有的矿可能地球没有 所以我们就没办法去研究它是到底用 用材料科学的角度来研究它到底用什么材料 纵使研究出来也只能说那是一个地球上 并不存在的一个矿物那也没办法去做它 not only that but we take these same pieces of items and I go to a standard voltmeter and notice that in my voltmeter I am getting a total voltage of 249 volts out of one rock one piece of ufo not only that but the team took a piece of ufo and connected it up like this and was able to have a complete laboratory operate for six months with heavy equipment and it goes all the way up to 12 amperes we can't duplicate their type of power so we've never been able to experiment but since these guys started showing up all the little gizmos inside turned on 好像磁鐵銅信箱刺一樣 它可以一个开关一按可能就产生一个刺力跟重力反方向的刺力 然后它就会悬浮起来 那么悬浮起来它的重量就变得很轻很轻 因为重量是被地心引力拉的 那它可以悬浮的话变成说它的重量 以这个地心吸力来讲它是零 非常的轻 所以它可以用很快的速度飞行 有一些飛行车都可以 Advent抽到 它一一半上街 我们拦卸19没了—这一诗询 它其实推荐起来几组艇 就跟金字塔一樣 很多考古學家進去了以後 進了金字塔出來以後 沒多久就會死掉了 就生病死掉了 可能是裡面有 不知名的細菌 或者空氣中有什麼東西 對於飛碟來講 它是一種 一種防衛的工具 防衛它自己 防衛它自己 是Area51 正在工作 俄羅斯和中國 現在 嘗試製造UFO 美國人本身在51區 很努力在研究 這個飛碟科技 這個是事實 而且已經說實在 以我以前所看到的資料來講 已經是好幾十年了 以這國際現實來講 不太可能 因為他 他如果研究的話 想獨佔嘛 這又是UFO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但 蝙蝦 似乎是 一個 色的 蝙蝦 我們還沒想到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很多 的討論 我們要做的 布希曼在錄製完這段訪問之後的兩個月 不幸過世 享年78歲 有人說 人之將死 其言也善 在他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之際 似乎沒有那個動機 藉由驚悚的爆料 獲取個人的商業利益 有關的單位 設法 讓他死亡 其實很多 很多 像這個 這個 布希曼他講出來 公布了以後 兩個月 就死亡了 其實有很多的事件 死亡事件 其實是有這個預謀的 或者是要 要封鎖 進入21世紀以後 叫做 啟示錄的時代 那啟示錄 不是聖經所講的啟示什麼 而是揭露真相的時代 歡迎回到台灣啟示錄 我是門祥 布希曼剛剛說的 極弱飛碟事件 難道就是1947年的 羅斯維爾事件嗎 這起疑似飛碟墜毀的事件 在當年曝光之後 讓羅斯維爾 推個小小的城鎮 一系爆紅了 而近年來 它已經成為了許多飛碟民 朝聖的觀光聖地了 我們現在看到 這邊這個信號 新美西哥 從這邊我們就要進入 準備從285公路 沿著進去到羅斯維爾 來探索飛碟謎體的重鎮 為了一天 外星人曾經造訪過地球的 神秘重機 徐浩平在2008年 走訪了羅斯維爾市 當時飛碟墜毀的一個人 再來看看這就是當時呢 我們現在看到它複製當時的碎片 特地從太平洋的彼岸飛來一探右近 卻只能夠看著博物館內 陳列整齊的擺設品 徐浩平意猶未盡 正當他打算博物館另外尋找其他線索時 他巧遇了一位自稱是羅斯維爾事件的目擊證人 這位七巡老翁羅斯維爾事件發生的那一年 他十一歲 事發之後軍人方的強硬態度 他印象特別深刻 他就告訴我說 當時他們真的有看到這樣的小的人 甚至小的木箱 在裝這些人 我問他們 我們沒有聽到的聲音 我問我父母 如果他們有聽到什麼 他們說不懂 他們叫做家 我聽到的 這一回的究竟是什麼呢 這裡頭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嗎 讓軍方祭出了強硬的手段 脅迫當地的居民三間其口 那個晚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1947年7月4號晚上 羅斯維爾市下著磅沃大雨 根據當時新聞記載 這場雨勢規模之大 百年難得一見 在好雨聲中 一聲巨響 突然從市區西北方 大約120公里左右的一處農場傳來 那個聲響比打雷還大聲 像是某種器具爆炸的聲音 那究竟是什麼聲音呢 現場目擊者言之作作 美國軍方公關部根據現場所有的資料 向當地兩家電腿以及兩家報社 發布了一篇新聞稿 7月8號 羅斯維爾每日記事報 披露了這起驚人的消息 美國空軍發現有飛碟 墜落在羅斯維爾 現在看到的就是 Roswell Daily Record 也就是當年的 1947年7月8號星期二 正式在報紙上公布出來 就是發現有飛碟墜毀這個消息 以及當時的整個新聞的頭擺 你看到的報紙 然後在這裡面你可以看到 就是他們捕捉了 一個飛碟墜毀 那就是飛碟 是一個農場 在羅斯維爾區 就是在羅斯維爾這個地區 有一個農場裡面被發現了 那麼當時這個新聞 敵人敘述非常詳細 這個兩篇報導 就分別先報導有 然後再說沒有的 那軍方一定事後會否認的 這個很正常 就怕引起騷動 是這樣 1947年想想看 對不對 很早期 所以那個時候是盡量 盡量壓制封閉的時候 同一家報紙 同一個消息來源 前後兩天 卻是立場截然不同的標題 美國軍方的態度轉變如此之大 引起了各方的揣測 尤其宣稱墜弱物體 其實是氣象球的說法 從許多科學證據上顯示 可能性並不大 熱氣球就速度很慢 而且它不能做很多劇烈的動作 你又能夠速度快 又能做劇烈的動作 而且晚上又那麼清楚 光線又會改變 這怎麼可能是熱氣球 對不對 你要從科學的眼光 從普通力學的眼光 來研判這個 那個氣球的材質 跟撿到了那一片的材質 根本不一樣 那個金屬材料 有很多成分 是地球上還沒有的 所以說那個美國軍方早期 真的是早期做了很多荒唐的 唐塞的說法 那一般人用嘗試來判斷就知道了 不可能的 因為 震撼太大 尤其是對宗教團體 對宗教會影響非常大 外星人是不是上帝神明 他有沒有靈魂 那個扯更遠 他們有沒有相信上帝 扯不完呢 對 1952年 美國空軍宣布啟動藍皮書計劃 這裡頭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調查 並且公佈美國境內 所有不明飛行物體的真相 而這項計劃當中的科學顧問 約瑟夫艾倫海尼克 在1981年 判傅赫荷林的一次訪談中 曾經透露給傅赫荷林 一個關於UFO的驚人真相 他是美國飛彈防衛司令部的 接近副司令的這種人 但是是老百姓 然後我們就提到 我就跟他 就把我的航空的觀念 我說這麼遠 太陽系來看過去的話 不可能有生命 對不對 他們有這麼先進 幾乎這個怎麼來的我們不知道 他說他們根本不可能 適應我們地球上能夠想像到的 設備過來的 然後這裡面就牽涉到不同的空間 牽涉到Dimension的轉換 第一是他提到 所以我才覺得 哇 竟然還有這個 利用這個不同的這個 我們叫做這個載具 能夠穿越時空 他是第一個提到的人 好好好 名單有了第一組 組長 後面沒有組是 好 第五組 作為一名航台科技背景出身的學者 當時的傅赫林 和以往的海尼克一樣 他們原本對於外星人 存在的可能性 心中都有些存疑 但海尼克針對空間轉換的理論 點醒了傅赫林 那一刻 傅赫林過去的思維 也被徹底的顛覆了 他是一個 他是從天文的角度來看UFO 我是從航空的動力的角度來看UFO 所以基本上 他看到了一些很多東西 他認為不可解釋 但是他不能否認 艾納海尼克是西北大學 他是原來反對UFO存在的 後來成立 海尼克UFO研究中心 就在西北大學 為什麼會轉變這個 因為他調查發現 有些事情不能解釋 是真的 但是被掩蓋太多了 他就提到 你要搞UFO 你必須要去趟羅斯維爾 那我就說羅斯維爾 真真假假不知道 他告訴說 這個裡面很多是真的 指不住心中的好奇 傅赫林決定 要親自走一招羅斯維爾 不過在事發多年之後 想要再找到蛛絲馬跡彈劾容易 在那一次的旅程當中 傅赫林還是有收穫的 因為他遇見了一位 自稱曾經協助軍方 處理過外星人屍體的關鍵證人 我就去找了幾個人 剛好上網講的棺材店的老闆 開醫院 他那個護士有跟他講 這幾個keyman 我都已經訪問過 我在這個裡面好像有提到 下面就是棺材店的老闆 他就說他們那時候訂了很多小盒子 要買這個小矮人的屍體 要小盒子 小的棺材 軍方什麼都不能講 軍方非常保守 包括現在美國的軍方 你看現在那麼多人 美國軍方的退伍將領 包括將領 而且做情報的出來做證 美國都不講話 在嚴密的進口令 也進不了人民的憂憂之口 美國政府針對羅斯威爾事件的態度 逐漸地從當初的徹底否認 到後來逐漸變成了默認 FBI甚至在2011年 在網路上公佈了所謂的窮頂檔案 等於是直接承認了1947年 飛碟的確曾經墜毀在羅斯威爾 歡迎回到台灣解釋路 我說分享 據傳當年墜毀在羅斯威爾的 飛碟殘骸呢 被美國軍方悄悄地送進了 神秘的軍事基地五十一區 巧合的是 就在1947年那一年過後 美國的航太科技 產生了跳躍式的大進步 這就像是一個 還在被九九城發表的小學生 突然之間 他學會了危機份 相信我 一個曾經在地圖上 你早也找不到的畫碗之地 五十一區的機密層級 連美國總統都滿在鼓裡 林辰為什麼要五十一區 他有兩個說法 一個是他那個空間基地有 因為太大了對不對 他有編號 一區二區三區 但中間是跳的 跳掉了 比如說三號 下一個可能是十號 其實沒有五十多個 沒那麼多 還有說不是 是美國五十個州嘛 這個地方太奇怪了 總統都不知道 總統不能隨便去 所以叫五十一區 這個說法 比較可能性大 我的天啊 為什麼我不是說這個地方 這兩句話 總統的 無法忍耐性 內華達州的居民 經常看到UFO在當地 已經不是新鮮事了 傅赫林說 他在留美期間 也曾經在五十一區附近 親眼見到不明飛行物體的蹤跡 我看到的物體裡面 有一個是 那個時候是F117在試飛 但是F117還沒有公佈 我看到F117 黑色在天上飛 那麼其他的 晚上有看到亮點 但是我不能確定 那個亮點是 我只能說是UFO 因為亮點有可能是 輸到衛星 有可能是飛機 有可能是直升機 都有可能 所以我不能夠確定 除非我要跟航空公司查理 那個時候 沒有航道在那邊 我才能證明 但是我沒有去做這個工作 身為航台專家的傅赫林 他也看見了不明飛行物體 目擊者的紀錄 多到了不勝美局 五十一區的天空 似乎成了UFO的必經航線 這個位置很特別 它其實旁邊就是相傳五十一區的 內華達州 然後它的南邊 也就是包括了德州 亞利桑那州 然後這幾個州區 就是美國最深入的內陸地帶 而且這個內陸地帶 就是有最多的飛碟 包括目擊 墜毀 還有神秘的 那些聽說遺體搬到五十一區 等等等等的 這樣一個區域 人們對於五十一區的喘色 並非全然空穴來風 尤其是美國政府的態度 強硬地讓人匪夷所思 它那個周圍 人家拍過它那個招牌 格薩勿論 隨便床的心都會開箱 一般的軍事地 不可能會殺人 不可能 真的是你 它門口有說 什麼軍事重力 不准進去 它得有牌子 你就不要進去 因為你出了很多事情 尤其一個外國人 尤其我們台灣 去的很麻煩 而且你也看不到東西 你還沒有看到東西之後 你已經被抓了 是這樣的 就是說 事實上五十一區 不是只有一區 它裡面有分區塊 那就是說你工作人員 軍方的你是在哪一個區塊 只知道那個區塊的部分的事情 不會讓你知道全盤 所以他們所有的人 都是以最高最高機密的方式 他所接觸到的都是有限的範圍 所以就是說 你能夠把這些所有的人 兜起來 才會曉得說 它的證據 傅克林提出了證據懷疑 這或許是美國政府 聲東擊西的策略之一 五十一區 不神秘 五十一區旁邊有一個 才神秘 你看我們這張圖 美國有三個 在 在拉斯維加斯 有三個湖 你看 三個白色的有沒有 從上面開始 這叫Dry Lab 有三個湖 最上面那個湖 最大的我們叫做Area 51 那就是美國很多重要的武器 航空武器在裡面實驗 中間那個沒什麼 下面那個才是有東西的地方 好我把下面一個放大 你們看到什麼 有一個圓形的東西有沒有 沒有啊 我們在猜那個裡面 很可能就是放 研究UFO的動力系統 就是大本營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因為你注意焦點都是 五十一區對不對 你根本沒有想到這個地方 它就公佈說 這個地方才是他們真正的 深東擊西的地方 如果傅克林提出的這個假設是真的 那麼美國政府想要隱瞞的 恐怕就不是只有外星人 存在的這個事實了 而是背後更龐大 對於美國更為有力的外星資源 為什麼不讓世人知道 為什麼不讓各國知道 我撿到寶貝的東西 而且是高科技的東西 我當然不會宣布啊 對不對 我來機密的研究 所以我的看法 有美國其實很多的高科技 包括隱形的戰機的技術 其實都是從飛碟那邊來的 還有很多 現在耐火的材料 耐高壓高溫的材料 就是研究飛碟的那個材料 有很多 所以他不願來公佈嘛 對啊 我要變成世界強權 歡迎回到台灣啟示錄 我說沒想 布希曼說 外星人和人類一樣 有好也有壞 他們的科技遠遠超越人類 事實上在人類還沒有察覺之前 外星人早就已經默默地 在觀察地球人了 他們是說他下去的時間跟真正的時間好像有一段很長時間的空白 阿姆斯狀踏上了月球表面 之前這空白的六個小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有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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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這樣 不然這樣 據說 當時的那個阿波羅11號登陸月球的時候 其實他們早就到了月球上了 為什麼不出去 據說當時太空船阿波羅11號裡面的三個太空人 包括那個艾德林 柯林斯 阿姆斯狀 三個人全部在登陸月球的過程當中 一直到登陸月球之後 看到了巨大的外星的不明UFO 不明飛行物體 這不明飛行物體是什麼呢 而他們又是從什麼時候注意到了阿波羅11號呢 所以我翻譯的飛碟書裡面 有一段就是阿姆斯狀他們在飛行圖中登陸月球的那個對話 其實他們不是登陸月球才看到 他們在飛行圖中已經看到有不明飛行物體跟著他們在飛 所有的登陸月球只要上到外太空都被跟蹤 這影片我都搜集到一些 有人認為是說太空船裡面的水 什麼垃圾往外一聲沒有 不可以丟的因為造成太空污染 而且它那個速度太快 跟來跟去 那11到17號所有登陸月的太空人都講 他們看到那個UFO而且很大 甚至有大編隊 它停在空中的 因為月球的下面有他們的基地 因為表面那個沒有大氣層 溫差太大很難生存在裡面 那後來美國有打了一艘人造衛星 撞那個月球 發現有回音的 正面裡面是空的 還有可能是金屬的 那個月球 我們說那個陨石坑那是錯的 它很淺而且範圍很大 陨石坑是應該很深很小的 那應該也不是火山 火山也不可能火山口那麼大 所以這到底是什麼 不曉得 你去哪裡 什麼 什麼 你去看 這個東西實在想資訊非常的少 但是我們可以去找很多資料 它在太空船就已經照到很多 在這個還沒有登陸的時候 在追隨它的照片 這個大家都看到過 既然它能夠追隨 那降落的地點 它不會在旁邊看著你 有可能 有這個可能性 傅克林的懷疑 從一封據傳是從月球 傳回來的無線電訊號內容 或許可以得到解答 據說當時許多 喜歡玩無線電的火腿族 都在同一時間 攔截到了這一通無線電 當時傳回地面 那個休斯頓的那個 NASA的那個 地面控制基地的 那個聯絡的時候 阿姆施狀是這樣講的 天啊 你們絕對不敢相信 他是在跟那個地球上的那個 休斯頓做一個那個對話 他說你們絕對不敢相信 我們在這邊看到了什麼 那裡有一排 一個一個一個巨大的光點 像圓形一樣的東西 一整列的排在那個 環狀的那個 那個坑洞旁邊附近 然後整個在注視著我們 How could there be Russians on the moon and nobody knows about it We're on the moon Nobody knows about us Something's not right 剛剛講的有三個太空人 那我們曉得這三個太空人 日後回到地球以後 他們未來的發展是什麼 一個瘋掉了 一個瘋 你說一個太空人 經過什麼樣的訓練 專業的 後來他瘋了 因為他承受太大的打擊 他所見的 跟他一輩子所知道的 完全不一樣 受到太大的心理上的打擊 一個瘋掉了 有一個信上帝去了 完全晚年都去講宗教的事情 那只有阿姆斯壯 他持續的走這一條路 其實這個是對於人力來講 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 一個衝擊的思維 衝擊到思維的事件 那當然在早期 要先封閉起來 要先封閉起來嗎 歸磊 有沒有科學根據 這句話是最多人問的 有沒有科學根據 那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的 人類在還不知道有地心引力之前 地心引力是不存在嗎 人類不知道有細菌之前 細菌難道沒有嗎 人類證明了有細菌 那天以後才有細菌嗎 宇宙間的事項 難道要地球人來證明它 我們才相信嗎 這個是太落後的 前面三個大家一定會說 本來就有 那就對了嘛 你慢慢慢慢地接觸了以後 你就會知道說 一定會有這種生命存在的 那是很奇怪 風向著風 這個宇宙裡面有多少個星球 你知道嗎 我們既科學家的統計 這宇宙的星球 是七的後面加二十二個零 你看我們幾乎沒有辦法 想像這宇宙有多大 你看嗎 有最好奇的問題是什麼 其實他們有很多人 他們其實喜歡的人 已經不會再問有沒有了 已經都喜歡了 而且有看過的人嘛 那他們就會問說 到底他們是怎麼飛行的 但到底他們是從哪邊來的 那我通常我的回答是 不要去研究這個 這兩個不會有答案 然後覺得奇怪啊 我們可以研究他們怎麼飛 我說絕對不可能 如果他們的科技 比我們進步的一百年就好了 你有沒有辦法想像說 一百年以後 人類的飛行器會進步到什麼狀況 我說回到1903年好了 萊特兄弟發明飛機 他的飛機是什麼樣的飛機啊 對不對 1903年到2003年 也不過到現在一百一十年 萊特兄弟絕對想不到說 他開創的航空試劑 能夠演變到後來有太空梭 有太空船 有那麼大的噴射機 可以帶幾百人的這個飛機 他絕對想像不出來的 開創的航空試劑的萊特兄弟 都想不到我們地球人 如何去想像 比我們進步一百年的外星人 他們是怎麼飛的 我們有8000公里的地球 這是什麼樣的練習嗎 已經有預言說可能2012年之後 外星人會來啦 我期待能夠在未來這十年之內 或者五年內 能夠有正式的跟宇宙 就我們地球人跟宇宙人來見面 或者是有一些更具體的事件 你怎麼做的 對於霍金博士提出的 警告的國語 是不是要看 他提到說 不要跟外星人見面 這是他個人的看法 也對 怎麼講也對呢 我們就舉例子 以前西班牙人征服全世界 他們到非洲或什麼 一到印第安那邊 他們因為他們的武器 各方面比較強 就用征服的角度 那外星人萬一也可能是這樣的話 來征服地球 那地球人就完了 當然 這也有可能 但是我相信 宇宙中的外星人 更高等外星人 他們應該是不會以征服的心態 因為一個 心靈層次高的生命體 他是不會用這種 這種征服的心態 來征服地球人 他只是希望幫助地球人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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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wking他講的 也是有道理 他是以歷史上 這個 科技文明比較高的地球人 會征服科技文明比較低的 非洲人 各個地方 一樣的道理 這個是有可能 這是以地球人的角度來看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台灣啟示錄 我是周邊翔 我們再會了